中视频通过了一万起的彩盒 赚了近一块钱 就想坐游轮 目的是为了去拍视频 结果还没出发 领队的就扬了 事情是这样的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的 很多朋友要和我去坐游轮 但是有些朋友签证到期了 必须有六个月的有效期 朋友他没有美签也去不了 找着一个朋友一起去 太开心了 而且我们这个团队有二十多个人 听说坐游轮人少乐不好玩 感觉特别好 但是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告诉我 不能去 千里不能去 疫情又厉害了 我身边四五个朋友已经中招了 其中有一个还进了 然后我有点害怕了 我就和我这些坐游轮的朋友说 我说我不去了 然后呢 朋友告诉我 谁想在照着中招害怕 都不到回事了 结果第二天 他就给我发了这个信息 他养了 因为我们愿意去跟着他 是因为他年轻啊 他英语又好 所以呢 我们特别开心 结果他一养了 弄到我们六神五足了 他养了 他可以免费的给钱 但是我们没有病 我们又退不了这个票 疫情期间 游轮是白抬断 特别便宜 所以大家都去坐游轮 然后呢 我们也就只能去了 自己上 我得过新冠 得了自己上很难受的 尤其是 每天晚上 就是感觉 嗓子里有口痰 渴不上来 你必须吃药 我这个人 身体特别健康 感冒了 病了 痛来不吃药的 都是硬扛的 但是这个新冠 你看是不行的 就是说 你嗓子不得 就是你之后痰 你必须吃药 你才能好 这个朋友 因为他是第一个得 我看出他来 很难受了 但是 毕竟是年轻人 好得快 自己上新冠 就是老年人 最容易得 年轻人 就差很多 坐游轮 出发前 一定要做好 拆肺印 又好保险 在游轮上 要准备的东西 要提前准备好 打了疫苗的 疫苗护照 也要准备好 一方万一 出发前 一般 备三套衣服 一是旅游的鞋 旅游的衣服 第二是 备套正装 那就是 去阿拉斯加 很冷 去看冰川 所以一定要戴厚的衣服 选游来房间的时候 最好选择带样台的 有折挡 少便宜一点 如果没折挡都在高处 容易院长 关键是要通风好 有样台的 冷的时候 你可以在屋里看 不用去甲板上看了 我开始准备了 做游来的箱子 可以这种上飞机的小行李箱 也可以少大一点的 因为这一次要戴厚衣服 所以我选择一个少大一点 厚衣服必须戴 帽子 雨伞 下雨 最后还是戴着吧 不知道什么的 然后 正装戴上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都想 提前准备好 比如说 我想去旅游 或者是 去哪儿 我都提前半个月 就把箱子摆好了 需要放什么 每天想起来就放上边 我从来不会在吹发前 急匆匆的去装箱子 再让容易丢三拉丝 而且对人的身体特别不好 紧张 焦虑 工作或者出门的时候 我也喜欢提前半个小时 去准备 提前到 让世界很通融 还有走前记得放点现金 因为船上有消费 它说是你可以当天接 也可以最后一直接 可以给现金 也可以刷卡 消费大 大姐告诉我 天17米金 如果在家一直过一层不变的生活 人会衰老大很快 我确实也需要出去放松一下心情 我不想自己去 拆开印了 我想让旅游公司帮我 拆开印好 然后发给我 它说打出来也可以 保摊在手机上也可以 出发前还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我要再继续想一想 多视频 我虽然没赚到钱 但赚到了开心 但是也赚到了失眠 我不知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反正我每天不停的看 成功的人 发的视频 他们的最佳视频 发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编辑到三页 弄得我真的失眠了 视频 我是个新人 欢迎大家订阅 关注 点赞 转发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会努力 下次见